好 可以了 嗯 首先我们开机 这后面要空开 打开 电脑设置通电自起 它会自动启动电脑 然后 然后我们的电器 电器PC会上电需要凸数化 几次凸数化 然后我们要按复位两秒钟 按复位两秒钟 C轴带复位 复位完成了 报警消失 然后我们要登录这个眼镜 主态界面 登录这个眼镜 然后密码是 用户名admin123确定 点一下进入 这种画面我们可以切中英文切换在这里 然后我们开机的时候是 手动模式嘛 这里是手动模式 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 转盘转动 嗯 我点了 嗯 手动转 手动模式可以操作转盘 然后 然后就打开那个 打开那个打标软件 模板 打标软件 打开之后 我们 我们切入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 嗯 自动模式之后 我们需要放键 放键 好 放手启动 放手启动 看看现在报警 看看现在报警 嗯 我们是 他报警报已有件 然后我们需要拿走 拿走 之后再放一次 好 打标这个元件 现在 现在打标中 好 然后这个在打 因为已经打完了 好 我们再走一个流程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放 再放一次键 转进来 然后打标 这个打标 打标完了就 这边取料 然后再放键 对 再取一次键 嗯 然后再再放一次 嗯 我们再走一个流程 双手启动 好 这边打标 整个动作是一次循环的 如果键没取完之后 然后我们主态界面是有个提示的 对 如果是我键没键没取走 我这样按 启动是启动不了 它会报警 会有 会有 判键已完成 但是没有取走 报警 嗯 报警 我们就把键取走 复位 嗯 复位 然后再启动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一次循环 对 问题 病人